三个生母 小鸡 气球 西瓜 都是有这三个生母的 那么来详细的看一下 他们的书写和读音 我们一起看一下 看这个 鸡 这是鸡 鸡木的鸡 鸡鸡鸡鸡 鸡木的鸡 小鸡的鸡 都是这个鸡 都有这个生母 这个是鸡 那么在他书写的时候呢 他占的是上中下三个格 上中下三个格 先写 竖所弯 然后再写点 竖所弯 然后再写点 是有两笔来完成的 有两笔来完成的 我们看一下 我玩鸡木 鸡鸡鸡鸡 我玩 我玩鸡木 鸡鸡鸡鸡 这是鸡 那么说他写的时候 先写数所弯 然后加上一个点 数所弯 加上一个点 这是鸡 那么看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发音的时候 其实跟前面那个鸡呢 舌尾是相同的 方法是相同的 只是送出来的这个气流 气流比较大 气球 许多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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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这是气筒 气筒打气 气筒打气 写的时候是先写 锁上半个圆 先写锁上半个圆 锁上半个圆 然后再写什么呢 再写数 再写数 他占的是中下格 中下格 中下格 两笔来完成 先写锁上半圆 然后再移数 两笔 来完成 我们看下边一个 西瓜 西瓜 那么西瓜 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大大的 双键 也是双键交叉 双键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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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叉 双键交叉 那么看一下 他的书写 他的书写 以及他的站位 那么他站的是中格 站的中格 有机笔完成的 刀切西瓜 双键交叉键交叉键交叉 刀切西瓜 双键交叉 其实他是有两笔来完成的 他是有两笔来完成的 这西瓜 这个西瓜的西 西瓜的西 先写的是什么呢 一撇 先写的是一撇 给大家写一下 先写的是什么呢 先向右斜 先写右斜 然后呢 再锁斜 先右斜 锁斜 他们两个要有交叉点的 要有交叉点的 锁斜和右斜 锁斜 右斜 这就是西 西瓜的西 西瓜的西 但是这个 这是这三个 我们今天学的三个生母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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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所下半圆的是什么 左下半圆的是什么 左上半圆的是什么 是 击 我们知道 所上半圆的是 击 击 击 右上半圆的 左下半圆的 左下半圆的是什么 那么右下半圆的是什么 这是这四个比较容易混淆的生母 比较容易混淆的生母 所下半圆的是 所上半圆的是 击 击 击 我们今天学的 气球的击 然后右下半圆的是 击 击 击 右上半圆的是什么 那学了这三个生母了 我们跟前面所学的这个孕母 再拼一下 同时再加上声调 声调只是在孕母 只是声调这顶帽子 只能戴在孕母上面 像圣母上面是不戴声调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击和一 拼的时候四个声调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击的和一 拼的时候的四个声调 那么再看一下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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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吸的和一拼的四个声调 那么今天学的这三个生母 大家了解了吗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私信我 或者给我留言 我在有时间的话会回复大家的 拜拜